我要來問你們一個死亡問題 有沒有感覺我今天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仔細看喔仔細看喔 就是呢我整個妝跟我整個造型呢 是不是看起來很日 好啦我直接幫你們回答了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在懊惰 就是我到底哪裡不一樣 今天講的就是日系 就是我在看一些日本雜誌的時候呢 都會感受到就是日本有很明確的一些關鍵字 像是清新啊簡約啊空氣感啊然後溫和啊氣質啊 以及還有一個字精緻 對我要來跟你們分享的就是 關於妝容啊髮型啊 或是你知道在造型上面怎麼樣子呢 可以做得像日本模特兒的那種可以呼吸的精緻感 我覺得日本人的妝容真的非常厲害 他們追求的是整體的和諧度 然後看起來非常的精緻乾淨清爽 可是呢又不會失去親和力 所以他們在臉上呢其實大部分遮的 真的就只是真正的瑕疵而已 像是黑眼圈啊痘疤啊暗沉啊 可是保留它臉上原本的就有一些的特徵 像是紫苑 你知道很多日本人都很多吃 然後還有雀斑 保留了一個所謂的生活感 然後又讓瑕疵的部分就全部都遮掉 所以它就會又漂亮 但是又不會讓人家覺得很難清淨 然後我覺得在開架裡面的底妝呢 可以做到這一點的 魅典一定是榜上有名 那肯定是第一名 這個是魅典的極上粉嫩保濕粉底霜 就是一個老古董 我認識它的時候大概是我的國中還高中吧 它的遮瑕度非常的剛好 然後又不會讓臉上的妝感非常的厚重 然後同時呢又可以讓臉的那個光澤感就是很自然 然後咧它就是這樣一路紅 這是13年就是榮登他們就是銷售冠軍 打折的時候一罐都不到300塊 我覺得買起來的時候就會覺得 很好入手很便宜 他們家其實也有像像是眉筆啊 液態眉筆啊或是眉粉啊 還有什麼蜜粉啊還有妝淺啊 其實也都非常的好用 他們家的東西其實就是都蠻好用的 那關於色號的部分呢它有五個顏色 那畢竟魅典是一個日本品牌 所以它那個色系就是很適合亞洲人 那它這邊呢有出了兩個色系 一個是紅色調一個是黃色調 黃色調呢就是有白皙到健康膚色四個顏色 所以總共有五色 那關於顏色的部分呢我想要特別提醒大家一下 這個粉底霜呢它上臉之後 在等待15到半個小時之後呢 它這個顏色會比剛上妝的時候更飽和一點 它就一直維持這個顏色 然後不會呢再變顏色了 所以就是帶妝更久 它的顏色也不會變得更怎樣 就是它就是維持這樣 所以呢如果呢你想要買它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你在購買的時候 買比你平常使用的膚色更便宜一個色階 你用OC C1 然後你覺得這個顏色試在手上的時候剛剛好 但是呢我會比較建議你再買一個更淺一點的 像是OC B1這樣子 其實你看轉開之後有沒有看到一個 潤潤的一個粉底霜的效果 然後呢你又會不會想說 喔它是不是很格 沒有喔它擦到皮膚上之後呢會有一個 風潤感 但是來自於它裡面是有添加玻尿酸和水龍 是一個膠原蛋白 有保濕度的 非常好推開 延展性極度好 是那種你直接用手指指附 你就隨便擦 零上妝技巧的朋友們都可以 完美的上號妝 擦完之後你看這個妝感 是否很美麗 就是它不會讓臉上有一個厚粉的感覺 而且它整個就是服貼在我的皮膚上面 看不出眼際顯 好不好就是你看不出哪裡有上妝哪裡沒上妝 你就會覺得啊這個皮膚看起來就是非常好 然後均勻膚色啊修飾毛孔 就是細紋的能力也都很好 before的話我就是黑眼圈跟我的本身膚色差異真的很大 所以呢雖然我上了這個粉底霜之後 還是會有小小的暗沉 可是這個暗沉跟之前比起來真的差很多 帶有一點黃色調在裡面 所以它修飾掉了灰紫調的一個黑眼圈 然後另外呢 這也是我最喜歡它的原因就是保濕度的部分 我要特別強調一下 因為我以前在做模特兒的時候 化好一個妝之後你要在那邊等大概五六個小時 等秀開始 所以我有一段空窗期 就是要在工作會場上面 推很冷的冷氣 然後帶妝 所以我很害怕粉底保濕度不夠 我帶妝久了之後呢 我會整個臉上全部都是細紋 不然就是整個斑駁 所以它就是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而且呢 不會讓臉會有那種長印的那種粉底 所以呢 就算我當下還有做頭髮壓 或者是我還有稍微可能趴著休息一下 這個妝還是可以維持在一個一定的狀態 就是不會到亂七八糟化掉 然後它也不會暗沉喔 它一開始會在剛上妝的時候會有一個顏色轉變 但是它之後就是一直維持這個狀態 它不會再變得更深了 所以這也是我喜歡它的原因 然後關於延展性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看到就是我挖出來之後 它就這樣一溜溜到很遠的地方 它就是用了一點點 它就是可以上到全臉 然後它的這個保濕度也非常的好 就是你看剛上完 然後勒 就等待五分鐘之後再比保濕度就是 跟人家差就是有差 是不是 所以在推薦膚質的部分呢 我個人是最推薦的是中性肌跟乾肌的朋友 這絕對是你們的開架粉底的首選 但如果你是偏油肌或者是油肌的朋友呢 你可能妝前用個控油妝前乳 或者是你妝後呢 就用一下蜜粉來做back好不好 因為他們家蜜粉也是你知道點點有名的 就是很適合拿來做back定妝的蜜粉 然後也是容量超級大 用了三五年這個部分 也是推薦給油肌的朋友們 好那我們講完底妝呢 那我們現在講其他的地方 我個人是覺得 日本人真的是把留白藝術發揮到了極致 因為他就是不追求那種過度修飾 然後我也不追求極致完美 因為我想要告訴別人的是那種 我才是主角 妝容還有髮型 這些都只是一個點綴用的 那再來呢他們也一定會畫的東西就是眉毛 他們的眉毛沒有在追求很明顯的眉型 他們就是喜歡霧霧的 沒有什麼邊界的 所以這種就是用那種眉粉就可以達到的效果 就是你把你的 像是空洞的地方稍微補一下 然後眉尾的部分呢你稍微帶過 然後再用那個手指把那個邊邊稍微擦一下 不要讓他真的是你知道 暈到很誇張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是毛茸茸的效果 然後再來他們是可以不需要畫眼妝 就是眼影不一定 可是他們睫毛我看他們大部分都會畫 然後再來就是腮紅還有唇彩 我會有這個印象的主要原因是 就是每次去日本啊 然後早上去外面買早餐的時候 就走在路上會看到一些 出來很跑的姐姐們 看到他們一定會畫的東西 就是底妝眉毛唇彩跟腮紅 腮紅是一定會有的耶 就是不管在哪裡然後多早 我看到他們都是 欸有腮紅欸有腮紅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他們的必備 然後就只是畫這一些 其他不一定要再做什麼修飾什麼修容啊什麼 沒有他們就是修飾臉型的部分靠的是髮型 你看他好像收得非常的乾淨 可是他就會在某一些地方出現一些 不知所云的小毛 像是你看我額頭地方就是有這樣一搓 然後像是我的這個耳際的地方 並腳的地方拉一點點髮絲出來 然後讓他就是在臉上有一個線條感 我發現像這樣子的髮絲呢 是很可以修飾臉型的 就是我的臉全部都是零零腳腳 然後非常的線條分明 然後很骨感的這一種點 然後我有這種髮絲去破壞我臉上的零零腳腳的時候 就可以讓我整個人看起來比較溫和 然後甚至說因為我臉是歪的嘛 線條不知名的線條出現的時候 反而可以破壞掉我的那個對稱感 會把視覺重點放在不對稱的感覺 就整體就是不對稱的 反而呢就不會去刻意看到某一個特別的歪還是什麼樣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神奇 我覺得這日本人真的很厲害啊 那如果呢你就是想要在開架裡面呢 找到一個可以符合我剛才說的那些 就是把你臉上的瑕疵全部修飾掉 然後呢又保留你原本的特徵 同時呢就是在上妝的過程當中是零技巧 請你去找美典的粉底霜 美典說實在話他們家的這個整個品牌形象呢 是非常的中規中矩型的 就是他們不會有你知道很浮誇的造型 然後很浮誇的行銷還什麼的 他們就是你知道好好做自己的產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包裝幾乎都是十幾年來沒什麼變過 就會一直長這樣 然後呢他們就不斷去升級他們的產品內容物 眉筆他們就出了好幾種東西 什麼液態眉筆好幾個顏色 然後雙頭眉筆 然後粗的眉筆 細的眉筆 然後他的蜜粉也是 就是有目共睹 大家都說好用的一個東西 然後妝前也是很多人都喜歡的 說實在話我就是已經用了這麼多東西了 然後呢我現在還是會坐在這裡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說 我小時候喜歡這個東西 他的妝感真的很好 就是因為我不管用再多東西 然後再回來用它 我還是覺得它的效果是非常達到我的標準 而且真的沒有比別人差 甚至我覺得CP值有點太高了 因為比有一些專櫃還好 然後再快速的講一下 就是中性肌乾肌的話 這一點是你們的Slowman 就是非常好用 但如果你是油肌混合肌偏油的人 你就是妝後一定要用蜜粉來做定妝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朋友給我看一下 我們就掰掰 如果你有使用這個粉底霜 什麼樣子的新的感想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講 掰掰